哎呦 这哥们 这车开的太太溜了 咱们看看 焦做老二快运 这名起的好 老二快运 牛肉吃了两块了 一块 两块 三块 又翻出一块 九块 九块 一共翻出了十一块牛肉 还是希望发展经济第一的 对不对 你塑造什么伟大光荣正确 其实你在以前还可以 对不对 在以前的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还可以 但是你都现在这个社会了 逛了这个商场真的很开心 虽然我不是商家 但是看到中国底层经济慢慢的复苏 我是打心眼里边高兴 因为经过这三年我实在是受够了 受够了各种的管制 各种的停滞 是吧 甚至各种的滑坡 但是看到现在咱们最基层的尺额 已经开始转动起来了 好 咱们给他摘把劲 让这头牛更加的雄壮 也是预示着咱们的中国的经济呢 也是尽快 重新腾飞起来 是吧 好 朋友们 早上好啊 又是美好的一天 对不对 今天的郑州呢 天空当中啊 有点阴天的感觉啊 还有点雾蒙蒙的感觉 没有前两天啊 空气透亮啊 前两天呢 都是蓝天白云 这个早上呢 也是很凉快的啊 初秋的时间啊 这个现在呢 属于初秋的时间 我现在呢 去干嘛呢 我现在啊 当然啊 要去觅食啊 出门第一件事啊 就是觅食 那么我要去哪呢 我要去咱们啊 方文山啊 在河南开的呼辣汤店啊 方文山 那么当然是开玩笑了 叫方中山啊 方中山呼辣汤啊 方中山呼辣汤呢 跟逍遥镇的呼辣汤呢 这两个口味的风格的呼辣汤呢 我都挺喜欢的 方中山呢 比较细腻啊 这个逍遥镇的呢 是比较 味道比较 比较重的吧 它的 胡椒的味道比较重啊 我已经呢 喝了三四次的逍遥镇的口味的了 现在呢 我要去吃方中山口味的呼辣汤 那么现在咱们出发啊 好 这车站呢 也是大包小包的旅客啊 不知道在等什么呢 可能是在等车的吧 这个光头大哥呢 也是在缆客啊 他是黑车司机啊 还有穿着小红马甲的 带帽子的 工作这边啊 问洛什么的 好 那么我呢 准备扫一个共享的单车啊 共享单车 目前我没看到呢 哟 这大姐上了一个摩托车了 哦 上了俩人 嘿 这个好 好 我去扫一个共享单车啊 离我最近的呢 是1.5公里啊 这个早餐店啊 来了好几天了啊 第一次呢 感觉 今天的天气也雾蒙蒙的 打车的目前不是很多啊 至少没排队啊 没有排队 那么街上也是好多人穿着长裤啊 穿着外套啊 但是呢 我还是依然短裤短袖啊 我耐寒不耐热 那么出租车依然是排队 已经排到外边了 好 我发现一辆我的小黄车啊 这个小黄车呢 是亲子车 什么叫亲子车呢 就后边有一个儿童座椅 那么它的价格呀 跟普通的车是一样的 好 调出微信 扫一扫 好 这个国内的软件呀 都是广告 好的 它是15分钟之内呢 是1块5 但是呢 我是办了卡的 办了卡呢 是前60分钟是免费的啊 也就是说 我可以不用多花钱啊 免费的骑60分钟啊 开锁 开的还挺快的啊 这已经开锁成功了 好的 我们出发 我先看一眼啊 地图怎么走 1马路直接往南走啊 这个是1马路 这个是1马路啊 这是广场的南边 2马路呢 在广场的北边 黑 这个出站的旅客呀 还有周边的商户啊 也是 挺多的啊 往南走的挺多的 这拉着小车的 都是周边的商户啊 周边好多的 小商品市场 这一大早啊 人啊 也都开始忙碌起来了 看看 这个呢 是 叫太恒童庄啊 前面这个呢 是银鸡广场 写着一厂啊 一批厂家 原创品牌 沿街的商铺呢 都是餐馆呀 像这一排啊 都是餐馆 火车站附近呢 基本都是三大件啊 餐馆 便利店 啊 还有这个旅馆 好 到这个路口了 我还得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的地图啊 好 这个呢 也是写着银鸡同庄批发城啊 这是专门批发同庄的 所以啊 郑州站附近呢 好多啊 这种拉着小车的啊 包括骑着这种车的 送货的啊 像这种车 这种车太危险了啊 包括骑个电瓶车 都是打包好的 衣服啊什么的 这大哥这个小车都是电瓶的啊 有个手刹呀什么的 前面这个姑娘呢 穿个裙子骑车啊 属实也是不太方便的啊 咱们看看前方的这些啊 拉货的 这个中国的经济啊 又是慢慢慢慢的复苏了啊 只要街头这些啊 拉货的小车多了起来 那么中国的经济呢 就预示着好了起来了啊 这个叫大方伪货啊 专门做伪货的 好 这些送货的小车啊 也是很忙碌啊 一大早 前面这大叔呢 应该是被 啊 捡垃圾的啊 哎呦 这大叔这脑瓜底 漏了一大洞 流了好多血 那血都干了 哎呦 这大叔应该是精神上有问题啊 好 那么咱们看看 很开心能看到这么多的啊 小货车啊 往这边拉货啊 那么这边是什么呢 都是物流的车啊 物流啊 很发达 配送到哪了呢 上面写着起线啊 枸杞的起起线 行阳专项 还有什么 长远啊 那也都是周边地区的啊 发到周边地区的 好 其实啊 我看到这些逆行的货车四轮小车呢 我是觉得很开心的 这就证明中国的经济慢慢慢慢的啊 运转起来了 对吧 就像一个一台机器的一颗这个螺丝一样 一个齿轮一样啊 齿轮呢 只要一转动 那么不久的将来啊 整个的机器啊 也会运转起来了 对吧 好 继续往前走啊 这个中国这个路上那个井盖啊 属实是 啊 属实是太让人堪忧了 这井盖几乎啊 你找不着平的 都是坑坑洼洼的 这个区域呢 都是物流啊 全部都是物流 好 我需要过马路啊 很好 前面有一位啊 骑电瓶车的 那么 需要戴头盔啊 让警察给拦下来了 好 你要戴头盔啊 对吧 其实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啊 应该是都有头盔 应该有头盔 这个小货车呢 警察也是不管的 交通啊 真的是比较混乱啊 好 我这边的绿灯了啊 看看 这小伙啊 哎哟 这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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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开的太 太溜了啊 好 前边这个商煞呢 也是同装啊 大包小包的都放在外边啊 准备发货发走 好的 这个 这个也是同装 真知诚 这边做同装的还挺多的啊 瞧瞧 我们进来逛一圈啊 嘿 都是这种啊 小车啊 小电动车 咱们看看 骄作老二快运 嘿 这名起的好啊 老二快运 啊 发完啊 发文之后呢 发完货就拍张照啊 拍张照就走了 这叫徽线588 徽线588 许通的 这边许通的啊 所以呢 你上午 记 下午呢 就能到了 这都是啊 看看 上面写的什么呢 郑州 郑州 梁彩霞首 这是啊 收件的啊 这是送件 准备送件的 这边呢 准备往外发的啊 许昌 陵景 苏桥 河街 贵村 滴贵 提贵 慎剑 嘿 这名起的 应该都是乡镇的名字吧 啊 这件卫士还念御市啊 啊 这我知道这是开封的啊 八房井 八道开封啊 卫士县的啊 宇州 小姑娘送货 说哥这就走 这大哥 瞧瞧 上面还能放货啊 好 这个胖堆货运啊 八千港里 大马 门楼刃 诸曲 这个三点水加一泳念什么呀 朋友们 三点水加一泳 有川啊 白字先生 许通776 宇州5539 5539 应该是他的车牌号啊 啊 对 go m9 861 这也是 车牌号都是 啊 几乎都是省内的啊 我目前没看到省外的 这是中牧 中牧西瓜 枕种 我以前听到路边啊 广告牌 啊 不是广告牌啊 这个小喇叭啊 喊 卖 卖 卖西瓜的大叔 中牧西瓜 枕种 好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 中国的经济啊 已经开始啊 不叫复苏了吧 开始启动了啊 收手机的 收平板的 这边呢 那大概率也就是手机通讯啊 手机电子程啊 好 前面这个商商呢 就叫啊 通讯商商 正中呢 也是一个 各种商品的集中的批发城啊 批发地啊 前面还有这个眼镜了 眼镜最 最 眼镜最其中的应该属于啊 那个 江苏的那叫什么 江苏的 那叫什么县来了 忘了 丹阳 对吧 江苏的丹阳 然后呢 深圳那边也是挺多的啊 这条街呢 叫布厂街啊 布厂街呢 也类似 类似啊 是一个 低收入 生活的天堂啊 这边呢 吃饭呀 住宿呀 都是很便宜的啊 好 我继续往前走啊 这路边也是挺了好多的这个 摩迪师傅 这逆行的呀 是吧 瞧瞧 马路对面呢 这逆行的 送货的小车啊 其实呢 别看他们是不遵守交通规则啊 但是呢 他们有一套当地的啊 这么一个默认的这么一个交通规则啊 因为他们不可能绕到马路对面去 对吧 走这一侧呢 是比较快捷的 但是啊 也是显向浑身 我感觉 至少我是不敢啊 因为你常在河边走呢 哪有不吃鞋的 对吧 好 我应该是快到了 这儿呢 竟然贴着旺铺出租啊 哟 这个小商店呢 是没开门呢 还是怎么着 没开门呢 应该是啊 挂着邮行锁啊 咱们视频每集几乎都会出现邮行锁啊 好的 朋友们 那么我呢 也是到了啊 方中山的 方中山的货辣烫 早餐店啊 门口了 咱俩 方中山 清根的哈 好 那么不出意外呢 这家应该是倒闭了啊 在哪点啊 在这点啊 八盆 哦 油饼 油饼多少钱啊 六块一张 六块 油饼 你上来给他啊 你上给他 胡辣汤 还有咋 牛肉的 好 行 多少钱啊 九块 牛肉的九块 呃 豆腐脑 你在吃吗 谁叫 对 在这吃 哦 咱俩要不要 还要 油墨头 油墨头 三块钱 两块钱都关于 三块钱的 那有没有 可以了 啥你好吗 这个 呃 放吗 豆腐脑不放调料啊 好 你给他说一下 我跟他说哈 我说等一下啊 我去哪儿 成东哪儿 我来到在外面这个 加油饼啊 哪个菜呢 哦 三块钱的这个 在这吃吗 在这吃的 豆腐脑要甜的甜的 什么都不放啊 原味的 原味的 对 多来点豆腐就行 多来点肉 多来点肉 嘿 谢谢 可以 油磨头好像是三块的吧 对 上完油磨头给你吃 在这吃吗 在这吃 好 我就坐这吧 好的泡沫 我的充满碳水的早餐已经来了 豆腐上不知道多少钱 这是九块的 这是三块钱的 这是八块钱一斤 这是按金称的 这个他们叫油磨头 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油磨头 这是真正的油磨头 真正的油磨头是一小块面割的 就像油条揪下来一块似的 炸出来就跟油条揪下来一块似的 这个其实我觉得更像是小油条 真正的油磨头是开封那种的 揪下一块面割的 放在铁板上 铁板上有油那么一炸 那才叫油磨头呢 真正的油磨头炸出来 真是外焦里嫩 特别好吃 好 我来尝一下 老规矩先来一口豆腐脑 轻轻口 这个豆腥味比较厚 一点点的豆腥味 但是呢更多的是豆香味 这个小油磨头呢 也是捏起来比较脆的 嗯 好吃好吃 那么这个豆腐脑 最大的就是油炸来的 我一直特别喜欢吃河南的 河南做法的豆腐脑 因为它做出来比较滑嫩 甚至这个汤汁啊 喝起来也特别的鲜 这小油条还不少呢 应该有四两 因为四块钱是半斤 五百克 那么三块钱呢 就不到半斤呗 对吧 好 再来一口 方中山的麻辣烫啊 什么麻辣烫 胡辣汤啊 它这个 它这个汤汁弄的啊 是比较稠的 比较细腻啊 上边就好像那个芝麻酱似的 但是实际上呢 不是芝麻酱啊 而且这个 成菜的啊 服务员给我捞了好几块大牛肉啊 这牛肉的量还是真不少啊 来一口啊 来一口啊 嗯 哇 这个 到舌面上啊 有一股浓浓的胡椒的味道 然后一咽一下就让 这个胡椒啊 刺激你的这个食道啊 你就会感觉有很浓烈的刺激的感觉啊 相当的爽啊 相当的舒爽 嗯 嗯 方中山的确实好吃啊 瞧瞧我的大块牛肉啊 这9块钱一碗啊 是真值啊 嗯 因为啊我吃啊 这个兰州拉面 估计啊 他放的牛肉啊 加起来没有我这一勺啊 这个量多哈 里边呢也是放了木耳 啊 这是 这应该是面皮吧 这个应该是面皮还是豆皮啊 我分不清啊 应该是面皮啊 豆制品啊 很筋道 咬起来咯吱咯吱的 我也很 впло 再来碗豆腐 vase 甩一个这个 而是那个 find the wholewriter 是那么漂亮 hein èo 哦还有漂亮 不放裸啊 不放调量 咯 给您这个 慢点别烫 好了 超 huge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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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五块 六块 我的妈呀 七块 八块 没有块子 这块比较大 八块 又翻出来一块 九块 九块 一共是十二 十一块 刚才我已经吃了这么大一块了 已经吃了这么大一块 还有这么一小块了 一共是翻出来十一块牛肉 就是说行不行啊 朋友们 我们河南好不好啊 是吧 那么这一共才九块钱啊 九块钱啊 就这牛肉 单买都不止九块钱 我觉得啊 好 来一大块牛肉啊 嗯 应该是牛垫子肉啊 好的 朋友们 我的早餐吃完了啊 吃的是肚子圆滚滚滚 看看这个大叔啊 骑个小三轮 就到路边卖点水果啊 卖点小苹果啊 柿子 这些骑电瓶车的人呢 也是行色匆匆啊 好多人逆行啊 包括这边的开车啊 说实话挺任性的啊 这个车就很任性的停在这个啊 机动车道上 还是快车道 那么那边呢也是有两个车停在这了啊 虽然说呢 这是高架桥底下的便道 但是呢它也是属于主路啊 看看这个 哎呦 这大哥 这大哥 开的是真够溜的啊 拉了五个大包裹 那么上面这个高架呢 就是郑州东西走向的一条主干道 叫龙海快速路啊 它是穿城而过的 个人觉得啊 南边的房价呢不是很高啊 像这个 这个小区呢 叫龙兴花园啊 上边 九月份的参考均价啊 才九千一百多啊 甚至呢 有的是啊 六千多啊 这是有八千多的 这边的交通呢 确实看起来啊 比较稳乱啊 这汽车呀也是乱停啊 这个三轮车也乱停啊 最搞笑的是呢 哈哈 这还停了一辆城管的车啊 目测这个城管的车应该是长期停在这儿 它是不上路的 好 这路口呢依然是啊 坐着 拉克的 我们叫拉克啊 拉克的摩迪师傅 这小车啊 控制起来啊 是 感觉是真的很危险啊 看看看看 要多混乱啊 要多混乱啊 有多混乱 这个郑州呢 卖烤红薯的是真多 这大哥们单手控制发门啊 想加速加速想停就停 这儿还写着停车收费两元啊 甚至有专门的管理人员 为什么呢 大概率啊 给我两块钱 我保证你不丢 对吧 看起来啊 这儿停车都是收费的哈 这大姐这大娘子啊 卖的鸡蛋罐饼 葱花饼 葱花油饼 这边的油饼就是油饼啊 不是炸的油饼 他们叫油饼 来点什么呀 来一张油饼 不是油饼啊 油饼 呵呵 何能话学的不太好 何能话呢 也是 基本上北方人啊 都能听得懂啊 除了一些当地的 当地独特的一些词汇 听不懂 但是整体上还是听得懂的 包括四川话呀 也是偏这个北方语系 对不对 哦 我以为这大姐要壮网啊 看看这个一个车呢 这个车啊 也是有年头了啊 这车啊 看看 修修补补 逢逢补补 又十年 还能再开个十年 来点 来点 哎呦哎 这还是那个 泡沫啊 工地上那个发泡的那个发泡剂啊 这门 是吧 真是缝缝补补 跟补袜子似的 嗯 西夏东夏啊 万顺达 天天快运啊 这一大车是吧 短平快啊 拉满的就走 一个多小时到了 下啊 中午吃完饭啊 中午之前发车 下午呢 两三点就到了 好 咱们走进这个商城去看一看啊 这个商场啊 就叫 欢乐壶珍芝城啊 这都是 各个厂家的品牌 这都是采购的啊 这些都是 在他们的老家县城啊 或者别的区域啊 开服装店的 他们都是 拿货的 这个也是啊 宝宝乐园 他们都是 一件一件的 一件一件的看啊 一包一包的拿 拿货 看看这个 这个每个档口呢 都挺大啊 相当 相当于一个大的仓库了啊 这都是小朋友的衣服 每家呢 外边啊 都有这个 打包好的 这家呢 看起来像刚开业的啊 自己给自己送花篮 金色的麦穗 浴室的是吧 浴室的什么呢 浴室的我这个生意兴隆啊 到了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好 这个呢是什么呢 这里边啊 估计是每每个商家的货啊 因为店里放不下这个包裹太大了 几乎每个店口呢都很忙碌啊 嗯 现在这一会儿不忙 虽然逛的人不多啊 这个商城呢 它好多呀是 好多是 网上下单的啊 这个 鼠手庶名 只要贴着招聘的 那么说明 肯定说明他们家生意好啊 看看现在好多的都是线上啊 这个直播带货啊 他们就在正在直播啊 有专门一个区域啊 灯光什么的 是吧 一号连接准备321上车 所以呢别看这个商场啊 逛的人不多 但是呢 好多都是啊 线上啊 这个社会呢也是 随着时代的是吧 随着时代的发展啊 技术的变迁啊 慢慢慢慢的呢 也是 改变了传统的销售模式啊 传统销售模式就是 啊这个批发商过来啊 看样子 然后整件整件的拿货 然后再到他们当地去卖 那么现在呢 直接可以B2C了对吧 我直接 可以直接卖给你这个 卖给线上的啊 零售了 而且啊他们的货源不缺货源 对吧 那么一个版呢可能有几百单啊 几百个 在网络上呢应该是相对的比较 高档一点的吧 上面是内衣哈 一进来就是女士的内衣 这边呢 就比较明亮了啊 这个灯光什么的 顺发 EUI内衣裤啊 这些内衣呢 看起来很高档 但是啊 蚕丝内裤9块9两条 抖音团购 专享区 几乎啊现在都是 啊 这个抖音快手啊 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带货的啊 甚至一度超过了啊 这个 什么淘宝啊什么的 咱们看看 最里边最偏僻的地儿啊 也都是 都在忙碌着啊 打包啊什么的 看看 这都是打包要寄走的 这大包裹 瞧瞧这大包裹 我的天哪 这跟一个大重电子似的 那么那么巨大啊 瞧瞧 这都是直播的设备啊 看看 很专业啊 插电的 220V电压的 60W的 嘿 那么 每家店铺的外边呢 都要放着灭火器啊 因为这个 这种商场啊 是一旦失火 后果不堪设想啊 看看 都放着灭火器啊 灭火器在这呢 隔几米就会有灭火器啊 每家店铺啊 必须得有 对吧 这门口也是灭火器 这边呢 必须有灭火器 是吧 这有两个 这还放一个 应该一家必须得有三个灭火器啊 都在里边忙碌的啊 都在打包什么的 很便宜啊 所以呢 这个抖音快手直播啊 短视频的直播带货啊 真的是 改变了以前 像我们以前啊 想上网买个东西 那就是 只有一个淘宝 那么我还需要打开电脑 是吧 打开电脑 后来呢 这个手机啊 就可以下单了啊 然后呢 就专门下载一个 淘宝的APP啊 再下单 后来呢 买这个电子产品呢 就下载了京东啊 京东这个 去购买 但是现在的老人呢 比如说啊 我妈 她也不会用京东 对吧 又注册什么账号啊 又是什么 是吧 下载APP啊 她不会 那么她天天刷短视频 那么 现在啊 她也学会了网购啊 从哪买的啊 就是从抖音上买 所以呢 这个短视频的兴起啊 短视频带货的兴起 真的改变了好多人 消费的方式啊 看这个 拉货的小车啊 那么 逛的人啊 很少 但是每个厂家呢 不是每个厂家 每个店铺呢 都是显得很忙碌的 打包的打包 是吧 直播的直播 带货的带货 这个呢 是袜子啊 专门卖袜子的 刚才那儿有一个 这个纸质牌啊 我刚才扫了一眼 大概有个七八层的啊 有七八层的 那都写着啊 这一层是 主要是卖什么的 那一层主要卖什么的啊 好 往上呢 就不去看了啊 至少没出现大量的这个店铺啊 什么出租转让之类的啊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呢 这个商城啊 这个商场啊 看起来啊 真的是 销售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对吧 因为从街头上的啊 运拉货的小车就能看出来 你拉货的小车多 对吧 那么你的这个销售的情况就好呗 是不是 就跟那些人们知道 你北京上海的高端的啊 餐厅倒闭啊 那么你这个消费能力肯定不行了呗 啊 那么人们肯定是消费能力逐渐啊 逐级下调了 对吧 你这个高端的法国西餐 几千块钱的吃不起了 那么他可以去吃几百块钱的西餐了 是吧 所以呢 从这些外边这些物流车呀 是吧 也是能感受到我们大中国 对不对 经济又开始欣欣向荣了啊 这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好的现象 看这大哥抽着烟呢 熟练的驾驶的这个小货车啊 小辆快运 南洋到郑州啊 这是南洋到郑州的 南洛老三快运 嘿 还有一个河南啊 河南他还有一个啊 从古代留下来的习惯啊 叫称呼叫比如你姓李 排行在家排行啊第三 他会叫你李三 那么你姓刘 那么你姓刘 你在家族里边排行老六 那么就叫你刘六 啊你排行第四呢姓赵 那就是叫你赵四 这是一个类似于古代是一个尊称啊 比如说那个什么 丁大 是吧 有一首诗就叫素夜吃山王七丁大不至 丁大他姓丁啊 在家族排行老大 比如说那个问刘十九啊 红尼小火炉的那个 红尼小火炉问刘十九 晚来天一雪能饮一杯无 那么他就是姓刘啊 在家族里边 他不是在这个大家族里边啊 包括他的堂兄弟之类的啊 他排行持久 是刘雨昕的堂兄弟 对不对啊 忘了啊 所以呢现在这个河南也是保留了啊 古代的一些这么一个风俗吧 这呢是一个快速路的公交站啊 好看到街上的人啊 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啊 其实啊我也觉得啊 对中国的经济呢也是更有信心了啊 当然我是从最底层的这么一个情况来来看的啊 还是希望发展经济第一的 对不对 你塑造什么伟大光荣正确呀 其实呢你在以前还可以 对不对 在以前的信息啊不发达的情况下还可以 但是你都现在这个社会了 你还老是说 还老是塑造什么是吧 伟光荣对不对 塑造个英雄 对不对 都是肉身 都要吃饭的啊 你吃多了是不是 你也得往外拉 酒喝多了你也得吐 对不对 你也你也要睡觉 是吧 你都有七情六欲啊 男人啊 见了女人啊 是不是 我是老首长 我见了这个漂亮的女服务员 对不对 身材恶挪多姿的 我能不有想法吗 对不对啊 我绝对会有想法的呀 好 咱们进到这个啊 进到这里边看一看啊 看起来这里边零售的应该挺多的啊 咱俩 请保护好 那么这个拿货的就比较多了啊 这个商场啊 逛这个商场的人挺多的啊 那么也都是服装的啊 也都是这个 这个儿童的服装啊 这还写着呢 这才一百元啊 这羽绒服呢一百元啊 小孩的小朋友的 是不是羽绒呢 还真是羽绒的 只不过这个羽绒啊 相对少一点啊 咱看看 是吧 是羽绒的 这家也是比较热闹的啊 好的 都是拿货的 没有零售的啊 所以呢 这个商场呢 比起刚才那个商场啊 这个商场更 更热闹 那么大多数过来拿货的 也都是女性为主啊 以3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 每家店也都有客人在挑选啊 你看 他们一拿就拿十多条啊 这个特价款呢 是60到30元啊 那么这边呢 是29到59 这是35元一条裤子啊 这个裤子 这边呢是39块钱啊 不讲价的啊 这边呢就便宜了 这边就是19啊 19块钱 19块钱 小朋友的 19块钱 估计他这拿货价在几块钱啊 10块钱以内啊 这是套装 是59元 估计这个也可以零售的啊 69 79 这边也是79 这一排都是79 这一个是15 前面这个是89 啊 都是35 100元四价啊 59 都是三五十块钱的啊 很便宜啊 这边呢 特价款也是39啊 一价20 50元呢 就三价这个 这个 这个商场为什么人多呀 其实是可以零售的 但是主要的还都是拿货的 主要还是拿货的 不调不换 10元一价 估计是拿货价 不调不换20元一价 就是特便宜的 它大概率啊 不是零售的 小朋友的内裤5块钱一条 大同 啊 是49 中同 35一套 啊 儿童的也是分大中小的哈 这个商场呢明显啊 人比较多 那么二楼就不看了啊 这还有羊娃娃 这个商场也是挺 也是挺大的 都是二十多三十多啊 五十五六十 这呢 它可以往下扫啊 看看这个通道里边啊 都是在拿这个胶带 咔咔咔的大包子 这大娘呢 是吧 这大娘啊 干个体力活 拉个货 拉个货啊 一个月呢 也能赚个 三千多块钱 对吧 哎呦 哎呦 这家的生意是真好啊 这货呀 把这通道都给堵上了 按理说呀 这个通道是不能堆放货物的 对吧 但是呢 就这么一个情况 犯了火灾呀 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啊 咱们看看这个价格 呃 卫衣帽 八十九 都是十件啊 红字母 三十六 猫咪的 是二十八 最便宜是二十五 基本上是五件起 是吧 比如这个单价八十九的呢 它能卖到二百啊估计 单价二十五的呢 是吧 那卖个四十五十 这还写着 啊 发送到哪呢 发火人是这个人 发送到齐县车啊 银基地下室的齐县车啊 齐县里判本收 啊 上午发货 我下午啊就能到 就能到齐县 哎呦 这家确实挺生意 真的很火爆啊 好的好的啊 逛了这个商场呢 真的很开心啊 虽然我不是商家呀 但是看到 中国底层经济呢 啊慢慢慢慢的复苏啊 我是打心眼里边啊高兴啊 因为经过这三年啊 我实在是受够了啊 受够了这个 各种的管制啊 各种的停滞啊 是吧 甚至呢各种的滑坡啊 但是看到现在咱们这个 最基层的池呢 已经开始转动起来了啊 所以呢我个人确实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底层这个生意好呢 那么一点一点像我们这种是吧 低收入的人群呢也会一点一点的啊 啊机会更多了对不对 以后呢赚的更多了啊 所以呢我也是开心的啊 好 好看这个地下呢也是童庄停车场啊 一层呢女庄童庄二层也是女庄啊 女库啊 三楼呢就是男庄女庄还有美食广场 四楼呢还有内衣家居啊美食广场啊 五层呢就是运鹰童庄啊 一共是五层这个啊 在美食广场啊估计也是人比较多啊 尤其是中国的时候啊 你想啊每一层都这么多人 对吧 那么他们大概率也会在商场里边吃饭的啊 好的希望呢中国的经济啊 跟这个门口这头牛哎呦我去 你说你冲我打什么喷嚏啊 那好咱们给他给他加把劲啊 让这头牛呢是吧 更加的雄壮是不是啊 也是预示着咱们这中国的经济呢 也是尽快重新腾飞起来是吧 进进入下一轮的大牛市好不好 咱们不看别的啊 就看外边停的这些啊电瓶车啊 就能看出来啊 在这里边的上班的人啊还是很多的啊 都是电瓶车啊 马路对面啊都是电瓶车啊 只是呢流出一个小小的通道 嘿这还挺自觉的啊 没给堵死 哦我还这话呀说的太早了 呵呵还没给堵死呢 已经给堵死了 我还得蹭过来 哎呦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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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看看就这么蹭过来了 看这这些电瓶车啊对吧 拉货的运货的啊 啊那么甚至呢 这还有一个停车牌啊 停牌说呢 停这个自行车电瓶车的啊 非机动车停车收费公式牌啊 收费标准的自行车啊是一块钱 电动车呢是两元 看管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七点啊 管理单位啊是这个单位 银机回千区 电瓶车啊一天两块钱 这还专门卖手提袋的啊 好的好的好的 郑州呢经济啊 为什么郑州的经济啊 排名也是比较靠钱呢 可见啊都是由这些啊 一个一个当铺啊 这个支撑起来的经济啊 这个看效率啊 这种拉货送货的人的效率啊 是最高的 看看看看他行走的速度是吧 走路带风 我这样就不行了是吧 我这样就慢慢吞吞的 慢慢悠悠的 看这大哥 哇 开车带风 他要起飞是吧 就看他这个车没吃把 一边走一边玩手机 这儿呢 有一闸 看看外边 真的啊都是停着大量的电动车啊 应该叫电瓶车对吧 电瓶车啊 瞧瞧 这从业人员是吧 都不用往里走 从这个外边停着电动车 就能推算出来 是吧这个商场里的人呐啊 肯定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这儿呢也是一个包裹的集散地啊 把包裹都送到这儿 然后呢 有专门 有专门的人啊 再从这儿 拉到啊 这个附近的物流车上 是吧 这都是分工啊 比较细啊 所以呢 效率就高 对吧 看看 为什么使用这种四轮小车呢 它稳呢 它是四个轮了 方便啊 灵活快点啊 看看 我太多味儿 我也有 瞧瞧 银鸡啊 过运 哎呀 啊 在这儿呢 我感受到了深圳速度啊 去过那会儿老是去华强北 看到华强北呢 效率真是太高了啊 送个外卖送个外卖啊 都有都有细分 正常咱们内地呢 送外卖呢 是起手 商家拿货 然后呢 送到你这个手里边 送到你顾客手里 顶多呀给你放这个 这个这个保安亭 对吧 但是深圳不一样啊 深圳呢 是拿了这个外卖员呢 取了快递 交给楼底下的老头老太太啊 专门有老头老太太给送到大厦里边的顾客手里 然后这个外卖员呢 给这个老头老太太呢 给个两块三块之类的 是吧 据说最高的时候呢 是给六块钱一单啊 但是现在估计也是往下调了啊 据说也才两块左右了啊 但是呢 有一些农村老头老太太呢 在深圳华强北啊 他都能一个月赚个四五千块钱啊 那么他在老家呢 就没有这种情况啊 没有这种工作 没有这种赚钱机会啊 这大叔一边通着电话啊 一边 后边还写着银机货运啊 说电冰车 哎呦 真的是一个好现象啊 好前面过来了两位 有一位闻着身的女性 那么这个也是银机同装批发城啊 那么经济好的地呢啊 这个赚钱的机会啊就多啊 这个呼拉拉竟然在路上倒车啊 显向还生啊 太危险了啊 对吧 你看看就这么一个小楼口 你能看到多少种工作呢 电瓶骑电瓶车的 那大概率是在里边上班了 还有送货的对吧 送货的 包括这个 呃 这个摩的啊 拉活了 所以呢 只要经济运转起来啊 这个 普通人呢 底层人呢 就会有很多的就业机会啊 那么你的社会不就稳定了吗 对不对 你的人民不就幸福了吗 哈哈哈哈 这个区域啊 是一个带拆迁的区域啊 看看这些楼啊 都是比较老的楼啊 这呢 这里边感觉也快拆迁了 哇 这大姐 这大姐是真能干啊 这哪还写着啊 禁止啊 电动车 三车车 观光车等进入虎日安地区 非法营运啊 这个郑州站呢 管理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以前郑州站真的很乱啊 杂乱无章 现在管理的还可以了 只不过这些不交费的电瓶车啊 都已经停在了路边上了 停在里边的都是收费的 这儿呢 还写着啊 急效 严选供应链 工厂直营 社群团购 实体 引流 这几个商场看起来啊 就从外边的电瓶车啊 看起来也是 是经营的相当不错的啊 一大一小 说什么呢 一大一小 跟谁说呢 哦 这是拉货的啊 这是拉货的车 是福田 叫土雅什么样 北京福田汽车啊 哦 跟这边啊 要接货啊 不是接货 是送货的 看看 这是送货的啊 哎 哎呦喂 这大包裹啊 好 那么我也过马路了啊 趁着车少 我看到这个电车呀 我是内心有点害怕的 哎呦 我感觉电车容易失控啊 哈哈 主要它加速太快了 你知道吧 加速呢 那基本上电车加速0到100 都在几秒之内 十秒之内 就太恐怖了 万一啊 你这个油门当刹车了 对吧 蹭 你的速度就起来了 那么油车呢 除非是那种性能车 是吧 不可能是破百的 不可能几秒破百 对吧 所以呢 我对电车还是有一点啊 害怕的 尤其是女司机开车啊 他万一啊 一激动啊 一紧张 咔 油门 踩下去了 好的 我这也是溜溜哒哒的 就回到了火车站地区啊 努力打造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形象 郑州呢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的中心城市嘛啊 中原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嘛 排名第一的肯定是郑州啊 对不对 虽然呢 呃在富士康之前啊 河南是一个人口劳动力输出大手啊 那么到 广州打工的河南人啊 很多啊 但是现在呢 有了富士康呢 对不对 那好多的年轻的小伙儿小姑娘们 就不用再到啊 大老远的再到这个广州打工了 对不对 那么 不用出手我就可以打工了 而且我公司还挺高的 是吧 不一定比广东啊 赚的少 是吧 所以呢 中国一定要多多引进这些啊 国际的大公司 对不对 看看啊 就是 你经济好了啊 你每个人 都能 是吧 都能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活下来 啊 更容易的生存下来 是不是啊 看看这个 这老头呢 剪个瓶子 剪个破烂 是吧 剪了 剪了一个凉行 啊 剪了一个应该是铝的 铝的这么一个门框啊 门框 是吧 那么 出租车呢 是在那儿啊 绿色的出租车 这个最外边 停着一个白色的呢 那么就是网约车啊 就是网约车啊 好 出租车呢 又拉到了一位客人 开开心心的走了 摩迪 摩迪司机啊 也在这个出口等着人 所以呢 这种情况 才是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啊 那么这个广场上也是有这个 有这个保安还是林警啊 因为保安啊 在巡逻啊 也停着这个防暴车 好 现在呢 这个空气也是有点透亮了啊 看到蓝天了 那么 这个 人 这个人跟着这个男的在干嘛呢 他在游说这个男的 跟我走吧 我 我这儿提供按摩服务 哈哈哈 好 那么朋友们今天逛了这个小商品市场啊 这个服装市场啊 那么看到这么这么焚华 这么繁忙的这么一个景象啊 我呢是由衷的感到开心啊 因为我就觉得啊 中国的经济恢复到鼎盛时期呢 已经是啊 近在咫尺了啊 这个 经济腾飞的齿轮呢 已经开始转动了 对吧 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 所以呢 我还是觉得 是吧 很开心的啊 我呢也是很有信心的 咱们中国的经济啊也是 会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这么一个水平啊 好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啊 感谢大家听我唠叨了一路啊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